TVB節目《東章西望》近月接連訪問 何伯與何泰爆出更多亡年戀細節 掀起全城熱話 76歲的何伯為取回在妻女手上的450萬元 第四度受訪 再度掃湊5名子女 因接受TVB節目《東章西望》訪問 已成為全城話題焦點的何伯與何泰 近日大方公開樣貌 更爭接播《談歸房事》及於鏡頭前接吻 引起網民討論 早前何泰表示 將於29日於抖音直播 而他亦兌換承諾 如期跟網民見面 直播中 何伯大爆家事 又公開大仔職業等私隱 不少網民普漢好戲的心情 湧入直播間 最多高達萬人收看 可見何伯夫婦人氣強勁 何伯在抖音直播中 公開子女私隱 鬧爆子女不孝 仍未夠洩份 當晚播出《的東章西望》 播出何伯與何泰第四度受訪的預告 何伯與何泰邊吃火鍋邊受訪 何伯怒悉大仔花心有欠債 他們一下子就想置我於死地 拿完我的錢走 以後無漲無量 其實較早前何伯已經在 在直播中說過類似的話 悉家人氣他不顧 這次接受《東章西望》第四度訪問 不少網民都希望何伯與何泰不要無限烈 又認為何伯未取回450萬元不怨罷休 未來獲章於更多渠道繼續怒罵子女 何伯與抖音直播時 拿出預先準備好的貓子 鍾氣十足地逐個素臭子女 何生先力式大仔 我個大仔何某某 在2016年8月24日 拿了我60萬買 本票40萬買 現今20萬買 2016年3月24日 又取了30萬買車 合共取了我130多萬買 他說咬糧給我100萬 但他咬了糧我打給他 他說100萬拿不給我 說先給我50萬 但他不回我電話 我錄了音他沒有封我電話 何伯祭指在2018年6月 每名子女都拿了5萬買 共25萬 二仔何某某買保險 差5萬元沒得給 他又找我拿5萬元買 我不想玩我偏心 尾5個子女都給5萬 二仔裝修某某樓公屋 在2023年 取了我35萬買 前後取了60多萬 接著何伯又再爆大仔 在警察部的職級兼有兩頭家 有頭家在內地生了一對龍鳳胎 另外何伯也表示 亡妻病了約10年 並於2016年離世 十幾年了 我都照顧我前妻 何太即時仔細說出時間線 即是照顧了3年 之後你就單身了9年 加上12年 你說你沒碰過女人阿媽 直到認識到我阿媽 及後何伯再旁附和 被網民質疑何太教何伯說話 何太似乎比何伯更清楚 未認識他前的時間線發展 鏡頭背後突然有把男星傳來 似何伯的貓子遮住了鏡頭 何伯整理後再說 我和他們個個都賣了陰窄 你看下他們怎樣對我 他們一下想賜我死地 何太哥怨地說 太慘了 他們太沒良心 何伯再全力出擊 他們個個都沒良心 細女一下就拿了我的錢 二嫂和個孫都黑口黑臉 不理了 在西鐵見到打個招呼 都不理了 所以我現在公佈給大家知 和他們斬勞 不要認衰我 何伯透露妻女 仍留有其前妻首飾 很多金在妻女 在甲曼妻 是前妻的首飾 有成十兩金在這裡 那些錢在妻那裡鎖住了 何聲稱子女不讓他入屋 上門禁鐘都不開門 叫保安趕我走 想置我於死地 何太心痛老公 被如此對待 不時再旁說 他們沒良心 他們沒認你先 捲了你所有的錢 找又找不到 何太更為何伯早前險無前看醫生一事抱不平 你患新冠 你都找不到人了 錢又被拿了 萬一你真是要入院 哪有前醫啊 是未 何伯指患新冠期間 都是由何太照顧他 他理所當然會對何太更好 何太也在在鏡頭前 強調自己對何伯的付出 我照顧你是三日三夜完全沒睡過 所以感染力弱了就感染了 最早那幾天我都沒事 都沒感染到 何太足指 不是你堅強捱過來 你死了幾次了 他們禁讓害你 對於何伯表示要追究銀行 讓妻女取走聯名戶口內450萬元 何太亦在旁表示 無天來 並在識何伯子女不孝 誰買過幾千元禮物給你啊 我買部手機 還說成我什麼小財不出大財不入啊 陰公 試問你照顧了他們幾十年 有誰捨得買幾千元禮物給你 直播期間 不少網民留言評論 質疑何太多次強調自己的付出 以此挑撥何伯與何伯子女的關係 但是更質疑何太慫恿何伯追究子女及銀行 這條女很厲害 挑撥離間 這條女很高招 這個女人很恐怖 何伯強調450萬 是自己開裝修公司親手賺回來 很多人以為我好食爛飛 根本他們沒給錢養過我 一沒錢就給我拿 何伯力素帶兒子最不孝 最不孝信就是帶那個 反骨五翼 拿我百多萬走 這頭買車 那頭抽籤買樓 抽不到又不出聲 自己又帶埋 何伯補充 帶兒子拿60萬買樓 搭著我肩膀說 好多父親都做不到好像你那樣 一頂拿60萬 那時就父親 何伯會到銀行追回450萬 不得就去銀行總行示威 不頂就都踩到他頂 見銀行行長、董事長 一定要踩上去 又先要寄信級警務處處長 得手求公道 事件觸發到不少網民在FB群組 何伯何伯老婆關注組開譜喪鬧 有匿名參與者聲稱 自己是何家子女代表 就住家父今日中午透過網上直播 公開我們的姓名和職業 我們認為家父這個行為嚴重侵犯了我們的私隱 然而他這個行為也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 就此 我們獲許會就住家父的行為 向私隱專員公署以及警方報案 僅以此平台宣布 群組管理員也有轉發官留言 有人留言稱 正確 我都得是應該禁造 夠了做他們開File 一定要告他兩千人 支持何家 都開了名 不用匿名 何伯真是癡臉了線 但他們抖音直播 香港會不會受理 其後還人說 虎毒不吃宜 這個顏色廢老就禽獸不如 為了下半身而刀刀見血見骨 那麼匹向那些子女 連幫他捱足成小的原配先遊了 都不放過 現在100%肯定 條廢老成小人爛倒爛滾 對家庭子女完全不負責任 原配最錯的 就是為了所謂的完整家庭 而留條廢老在家 還要子女照顧條廢老的下半身 講句公道說話 一家不知一家事 但就算子女真是好差都好 做爸爸都不應該公開掃自己子女 尤其包子女私隱同名 那些子女都要上班賺食 何伯不要臉 子女都要 聽完何伯直播之後 我覺得他比何馬 更加緊張那450萬 根本就是李隆基2.0 私下新何泰與臨作的隔空馬戰 也繼續一地發生 最新一則兒子新何泰群組 對話於Facebook群組何北何北老婆關注組流出 當中他竟口出狂言 全對方被釘律師牌證明人品差 臨作火速出透反駁 其怒插新何泰片 更令網民大發人心 旋跡翻盤禍力撐 28天有網民分享一段 疑似新何泰對話截圖 其中提及跟臨作合作開班一事破稿 他不是道 一個人啊 如果有好的審容信用 怎會被人釘律師牌啊 對於臨作表明你修前 我拿你來玩 曾開出《賊帳條件》的新何泰則語大輕挑說 那麼你都會說他是玩我樂 那麼等所有全世界的人士評客 他那到底是什麼人咯 他這樣是令到他自己的名譽數地窄 他那麼膽敢說出去玩人客 是真的好啊 好好啊 我啊 沒什麼所謂啊 是他玩我啊 玩多些啊 然而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的臨作 在倫敦法律學院取得法律民憑後 2013年回流 再攻讀香港大學法學碩士 其後成為執業大律師 更是金牙大藏青紅的徒弟 直到2017年 臨作與津利學校簽10年全職合約 主要教授國際英語水平測試課程 同年2月他向香港大律師工會 申請放棄大律師資格 4月獲高等法院批准申請 對於新河泰的不實指控 臨作亦於IG story作出回應 我是當時做其他事業 尤其是擔任上市公司執行董事 不能同時當大律師而自願脫排地 又污衊我 你什麼人格啊 連事實都扭曲 請問有人可以加我進他的粉絲群嗎 我要當面對質 隨後又貼出另一張新河泰群組對話截圖 說到加碼至50萬保證金都覺得不適合 又指他反口腹蝕 臨作氣爆雪 好大的口氣 說到50萬都不是前禁 為社會帶來什麼榜樣 不適合你 禁你適合嗎 困難人前 荷巴的子女們有需要找我幫忙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除不少網民強烈建議臨作高新河泰羽破外 曾經抽水抽出禍的臨作 今次智峰河泰頭號公敵 拍片揭新河泰絲下真面目兼帶頭為小 船隻令負面形象大逆轉 大批網民留言力撐 本來我很討厭你 但這次我撐你臨作 我都撐他 可以多個人合力對付隻死河馬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第二回合臨作勝 臨作變成熟啦 如果可以打殘隻河馬 都算是這麼大個兒子第一次做見證當時 據說新河泰透露 將在下星期一直播大貨 你怎麼看?